我国一直非常重视三位一体核打击体系的建立。 目前,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核打击体系, 其中海基核打击武器就是094战略导弹核潜艇和其携带的巨浪二中际弹道导弹。 该导弹是我国火箭军裂窗的一款海基远程弹道导弹, 同时也是我国第二代潜射远程弹道导弹, 带负着我国二次核法机的重任, 在我国构建和打击三位一体格局中,占据举足亲众的地位。 该导弹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验证, 直至世纪末立项,2003年和2005年, 分别在路上和水上发射试验成功后, 于2011年7月定行试验成功, 2014年内装部队。 与东风31导弹相比, 二者在外形上有非常明显的区别, 虽然您为姐妹型号, 由于巨浪二是在东风31第一次试射成功后才正式立项, 采用了许多过去东风31时代所没有的新技术, 所以巨浪二并非东风31的前射改进型号。 与巨浪一导弹相比, 巨浪二弹道导弹技术跨度大, 与巨浪一导弹优先考虑出水后, 气动优化所不同的是, 为了坚固空中气动与水下水动, 巨浪二导弹借鉴了与苏联941型战略和舰艇所搭载的SSN20弹道导弹箱类似的双头罩技术。 水下外形通过水下外部盾头整流罩得到明显优化, 突出水面后将外罩丢弃, 转化为与巨浪一导弹相似的尖头罩, 当导弹飞出大气层以后, 再次将内部尖头整流罩丢弃, 导弹末端沿袭了巨浪一的防水尾罩设计。 巨浪二导弹虽然采用了尖头罩的设计, 但是从研制意图来看, 也采用了多头分导技术, 能够搭载释放多个核弹头, 二者其实并不矛盾, 美国的北极星A3导弹在尖头整流罩内, 就安置了多个核弹头。 巨浪二导弹的综合性能与北极星A3相比, 要高出一大截, 它第一级与第二级发动机, 均为直径两米的大推力发动机, 导弹发射质量同样很高, 在携带核弹头数量相同的前提下, 巨浪二的射程也要远得多。 巨浪二弹道导弹圆形, 能够携带一枚25万吨级的核弹头, 或者是三枚4至6万吨的分导弹头, 射程能够达到7500至8000公里。 而改进后的巨浪二导弹甲型, 能够携带三枚25万吨分导弹头, 或者是六枚4至6万吨的分导弹头, 射程增加到7200至9500公里, 如果将所携带的分导弹头减少到三枚, 射程更是能够达到10500至11000公里。 另外的巨浪-2导弹一型, 能够携带三枚25万吨单头, 或者是七枚4至6万吨的分导弹头, 射程在8200公里左右。 作为一款潜射洲际导弹, 要想搭载到094型战略和潜艇上, 巨浪二导弹的长度就必须得尽量缩短。 外界飞测, 这一导弹可能在研制过程中, 已经采用了与美俄法等国前射洲际导弹相类似的设计, 将导弹的第三级发动机和弹袍木舱, 运用了同心人士的套件设计构想。 美俄法等国的这一级别导弹, 将原住型的第三级发动机, 放在单体中心位置, 及四周被弹头环绕。 考虑到重心平衡, 多个弹头一般是同一型号, 而且, 数量一般不能少于三枚, 一式的动态平衡较为一余实现。 在西方设计中, 各个国家相关型号的弹头木舱, 再加上三枚弹头的重量, 基本弹头一水平, 其射程普遍认为在8000公里左右, 投掷重量能够达到600至700千克, 理论上能够投掷100千克质量的核弹头3至4枚。 不难推测, 巨浪二弹道导弹具有高达上满公里的射程, 这对于实际核飞设作战需要来说, 具有足够的核飞设力。 假如我军从东海岸发射, 就完全可以将单头送去其他任意大洲的主要大城市, 面敌人的战略目标, 至于其打击覆盖范围之内。 如果从黄海海域内发射, 同样可以轻松打到多数大洲靠近我国的地区, 这包括了战略性的敌方, 先进反导弹防御基地。 可以预见, 我国最新战略核潜艇装备巨浪二导弹后, 将会大大增强中国二次核打击的实力, 即使敌方抢先发动进攻, 令我军部斐陆基核武器基地时效, 我军仍能够具备足够的核力量, 来给予敌方致命的核反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